在娱乐圈一个不缺花图的地方,有很多的明星是这方面的高手 无论在什么地方爆料总是无处不在,泰明冰就是这样一个明星 出道以来,泰明冰一直是古人的话题女王,只要有范围在必然有话题的存在 泰明冰出道20年来,除了自身努力背后,不少贵人的鼎力相助成为大明星 如今身价过亿,国际舞台上的乘客圈李明记住身价远远高于主角灵溪如赵薇 现在泰明冰事业爱情双收,李晨在泰明冰生日那天精心准备酒会现场 布置全部都是按照泰明冰爱好布置,泰明冰虽然快40岁的女人 但依然还有一颗上运心,李晨不惜花资数百万邀请泰明冰的亲人好友见证他们的幸福 泰明冰跟李晨两个快奔四个人都是高颜值的帅哥美女,想必他们将来的宝宝也是高颜值 李晨曾直言由于双方事业太忙了,没有时间去办婚礼,但他们的关系如同夫妻一般了 再说,娱乐圈很多夫妻都是没领取结婚证 前几日泰明冰自曝自己计划在2018年时要生一个baby 想必泰明冰也会和众多明星一样奉子结婚 好几妹李晨如赵薇也是奉子结婚 就像泰明冰结婚引起国内爆点了 婚礼牌上肯定不属于李晨如黄翘明等 相信半个娱乐圈都会参加 不过这两个人不会参加泰明冰的婚礼 他们都是娱乐圈里有头有脸的人物 他们多次开思诋毁泰明冰是一个坦心 他们就是娱乐圈里的毒蛇王思聪金星